史诗级的暴涨 英伟达突破了万亿美元市值 黄仁逊是什么来头 黄仁逊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 中国台湾的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 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 在他9岁的时候他家移民美国 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硕是学位 毕业之后他就一直在芯片行业里摸爬滚打 熟悉黄仁逊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有名的工作狂 1992年底黄仁逊的机会悄然来到 他的两个朋友克里斯和普雷艾姆找到了他 想邀请他加入他们创立的英伟达 并希望他成为总裁兼CEO 就这样在朋友的邀请下 黄仁逊加入到了英伟达 90年代因为家用电脑普及不久 电脑游戏画面效果是不堪入目 所以英伟达就将目标锁定在了画面处理上 由于黄仁逊第一次创业 选择的领略制正方形成像技术 这个冷门也并不为外界所看好 因此他们的NVE产品并不成功 且花光了筹出来的第一笔投资 最后世家公司的700万美元定金拯救了英伟达 帮助他们撑到了Win95时代 Win95时代来临之后呢 黄仁逊果断的全面支持微软接口 并且提出了和摩尔定律并称的 显卡芯片领域的黄氏定律 找到方向之后 英伟达开始步入正轨 1999年底黄仁逊又推出了全新架构的显示芯片 率先将显示芯片业带入GPU的时代 2022年新能源的风口已经逐渐的落下全球范围内的商业 以及创新需要新的主流方向 OpenAI的横空出世呢打破了固有的宁静 新能源的风口呢切换到了AI领域 5月25日英伟达发布了2024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财报发布之后呢 英伟达盘后迅速的拉伸 自日呢开盘大涨24.37% 结果呢 英伟达一路的高涨 突破了万亿的市值 英伟达能够顺利的突破万亿美元市值的大观一方面呢 是市场合力的结果 它呢也是成为了继苹果微软亚马逊Meta 谷歌特斯拉之后的第七家市值突破万亿美元的公司 英伟达的大涨是时代造就的结果 在英伟达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英伟达CEO黄仁逊直言人工智能的iPhone时刻已经到来 英伟达2023年GTC大会上呢 英伟达甚至打出了切勿错过AI的决定性时刻的标语 如以证明AI的决定性时刻以来 作为AI算力的关键 手握GPU算力技术的英伟达自然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